这是过去的事情吗 你当初那份心意 现在还在吗 麒麟家居那几家分店的消费业绩不错 最近我还在跟万物酒店谈合作 估计再有个两三顿酒我就差不多了 陆明明 你在听我说话吗 干吗呢 曾总 喂 小柠檬 我在陆明明这儿呢 那个听说你们明天有一个小柠檬 小型的投资推介会是吧 对 陆明明明天有事去不了 你看我去行不行 是这样啊 你看我这儿有钱 我眼光又独到 只要项目好 我就投 当然行了 明天下午两点 在我们公司的大会议室 欢迎您 好啦好啦 那明天见 那明天见啊 我看大家的身材都管理得不错 不错 看来平时没少运动啊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 两百页的批评计 能讲六个小时以上 帮大家满意 墨比健身器最关键的一点 也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这个社群属性 这是墨比的创始人 林大义先生提出的想法 带附加值的项目才会赚到钱 所以我们投资除了投产品 还要投理念 林文啊 你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啊 我全都听懂了 我没问题了 林文啊 反正我是打算投了啊 你们打算怎么挑选投资人啊 在这儿我可能要抖胆地说一句了 我们这个项目的资质非常好 所以今天不光是在座的各位老板 在考察项目 也是我们项目方在挑选投资人 比如有广告资源 还有电商资源的 我们会从资源整合的角度 优先考虑 我有电商资源啊 我没有广告资源 我有网红带货资源 我和东东有大量的QOL资源 别别别 各位不要跟我抢了 如果论资源的话 我这里的资源最全了 你怎么办啊 林文 林文 恭喜你 你们恭喜我什么呀 秘密 林文 是吗 莫比的LDP定好了没有 已经确定了 最后选中的是梁总 周总还有曾总 份额比例是433 那行 那赶紧推进协议吧 林经理 您说什么 你没听错 您经理 姨蒙 你来公司时间也不短了 我交给你的每个任务 你都完成得非常地漂亮 特别是这次莫比的项目 没有公司的资金的支持下 你还能够完成 这个经理职位 你是应得的 这次莫比影片是火车驾驶的吗 恭喜你啊 姨蒙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 石总 谢谢你啊 是您一直给我机会 我才走到了今天 真心话 以后的路还很长呢 要继续加油 给你买了蛋糕 来 快来看 大家过来吃蛋糕吧 来 快来吃蛋糕吧 你们这几个哥哥都要加油 好吃 加油 学长 什么 请进 请进 不好意思 迟到了 一梦 恭喜你 不光恭喜你做成项目 还要恭喜你生殖 谢谢 快坐 快坐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开个会 我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苏维然学长 学长好 你好 你好 她是我好朋友尤琦 这是她男朋友何悦乱 你好 这是我的名片 帮帮 她越来越帅了 而且送了这么大一树玫瑰 你可得出去 幸会 幸会 任宁保险 我之前是不是约过你啊 你就是BDI的苏总啊 这也太巧了吧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投资人苏总吗 原来是咱们学长啊 我 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推迟了 不好意思 没事 回头我单约你 咱们好好聊聊 好 一定 看来咱们学校还真是人才辈出啊 是 来吧 咱们边吃边聊 吃饭吃饭 谢谢 这毕业这么多年 有的时候还真想回去看看 改天一块啊 好啊 我也可怀念大学日子了 那时候感觉过得特别简单 不像现在过得这么复杂 那时候单纯地吃 玩 单纯地学习 单纯地喜欢 喜欢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当然了 你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拉着我 去陪你看学长打单球 那是因为学长打得好呀 确实打得好 学长 我记下了 那个时候是不是 你们两个经常一块去开打篮球 柠檬特别安静 然后你在旁边加油 加油 什么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你那个时候啊 确实活泼 很可爱的 我现在不可爱吗 现在更可爱 你们那个时候就在一块了 你们好多年了 那挺不容易的 学长 我对你的印象也可深了 那时候你的名字在我耳边 都快起简子了 我的名字啊 对啊 当然是颜一还是颜二 好像是颜二吧 萌萌为了给你挑生人礼物 可用心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这么久了学长怎么会记得呢 我都不记得了 好像是一盘CD 你这记忆力也太好了吧 你都可以参加最强大脑了 你不会连CD里面的歌是什么 你都记得了 收到这个生日礼物 我的一个合作伙伴 就是莫比的老板林总 他快过生日了 我们关系特别好 因为他平时喜欢健身 想给他买 萌萌 我们回忆青春往事呢 你别老提工作行不行 吃这个好吃 董总 吃了 回头我咱们要好好聊聊 上次的事情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萌萌 你的眼窗有点脏了 去洗手间弄一下 好 你们先吃肉去个洗手间 好 学长 那个CD你都听了吗 听了 A面B面都听了吗 都听了 那你有没有打开那个歌词 一起跟他对着唱呢 这个还真没有 这个还真没有 那太遗憾了 没事 你要是还没扔的话呢 你回家打开看一看 A面B面里面外面 你都好好研究研究 好 来 苏总 来 喝一杯吧 嗯 好 来 带我一个 嗯 有一个问题想要冒昧问你一下 嗯 你说 有个不错的接身器品牌 他们正在找先锋画家合作 设计联名款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是做独立艺术的 还从来没有过商业合作 明白 但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你想表现出来的东西 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嗯 我会再考虑考虑的 谢谢你啊 没有 没有 一猫 采访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过去吗 嗯 好啊 嗯 陆总 那你再看看 我先适配一下 嗯 走吧 潘小姐 您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您在创作这幅画石的状态吗 当时确实挺疯狂的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画画 其他的事情根本没有心思去做 在创作这幅画 有没有和情感波动有关呢 既然是艺术创作 当然是需要感情的投入的 那那个时候 您跟一男朋友处于 什么样的感情状态呢 你这个问题 跟画有什么关系啊 我希望大家能多评价我的作品 无论是褒奖还是批评 我都愿意接受 但至于 个人感情的事情 在这里就不方便透露了 抱歉 潘小姐 您已经很久没有更新您的作品了 这是为什么呢 灵感枯竭了 还是 在生活上 受到了什么打击 你还有案没有案 算了 明明 我最近真的在 非常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创作状态 那这么说 您确实状态不好是吗 不好意思 采访结束 潘小姐 您在创作这幅画是分手的状态吗 采访已经结束了 您不要打到核的采访好吗 您可以不要打到核的采访好吗 您可以不要打到核的采访好吗 分手状态吗 你干吗呢 我不是这么拍照的吗 哪家媒体呢 你凭什么不让拍照 我就不让你拍了 怎么样 你怎么说话呢 行了 你们别吵了 这是美术馆 能不能安静一点 这一点 这一点就去 林某 那年我过生日你送我的CD 你还记得吗 怎么突然说这个 这个 你应该一直都没有听过的吧 我其实听过 那年期末复集的时候 我听过很多遍 但是我习惯把CD里面的歌 搞进iPhone里面 所以 只打开我一次 但是前两天 我把CD翻了出来 在家层里面暗表了一张纸条 都会在那天游棋吃饭的时候告诉我 不然 我不会知道 这个游棋 真是游棋的八卦呀 学长 你就当没看见就好了 不是过去的事情 只是过去的事情吗 只是过去的事情吗 你当初那份心意 现在还在吗 你也很喜欢我 你还记得那天吗 记得 你还说 我是个小皮孩 什么都不懂 这么多年 你真的都一直没有变吗